金山 來在金山 你要等到這種好天氣 陽光你看這個 藍天白雲呢 我跟你講很難得 真的每次來都下雨 我跟你講等一下 先去這一邊附近那個 但是比較新的一個 一個點吧 反正等一下你們去就知道了 Fuomo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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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這裡這裡 漂亮喔 哇 什麼意思 怎麼會有這個拖車在這裡啊 好帥耶齁 對啊 因為我跟你講這個地方算是秘境 這個地方好像很多人耶 大家好歡迎收看老佛大人的頻道 我是老佛 有沒有看到今天風和日曆 露營車博 大家都想要挑好天氣出門 可是在北台灣這個地方 尤其是北海岸 大部分的時間尤其是冬天 基本上都是陰陰沉沉的 不然就是下雨天 要找到這種大大洋的天氣 真的很難得 今天這一集要跟你們介紹一個地方 很棒很特別 趕快幫我訂閱起來 先看下去就知道啦 LATEL 這地方算是一個秘境 這邊的停車格大概是有25至30左右 對啊 你已經算好了喔 剛剛稍微算一下大約啦 好看 嘿 25到30 你好 你好 忘記一下 我告訴你喔 這個地方 怎麼說也是秘境你知道嗎 秘境 因為它從去年的時候開始整修 所以它是現在整修過然後重新開始營業嗎 對 所以冬天的時候還蠻適合的 然後看一下 基本上它就是一個這個 但有些東西就是你我都知道 因為它這邊平常沒什麼人啊 公共廁所 然後泡腳 還是浸開 這個地方啊 它還可以燙到後面的看海的地方都可以 什麼叫做燙到 腳燙到喔 燙過去啦 就是穿過去的意思啦 你的台灣國語真的是 燙到都可以講 喔它的廁所在這裡 看起來很乾淨耶 這邊是女生廁所 哇好大好乾淨喔 八間廁所 幫你們體驗了一下廁所 乾淨 大間 這裡算是開放式的 所以應該24小時都有啦 知道喔 這裡 泡腳的地方 溫溫的 差不多36 36 37度 喔那邊比較熱啦 它是一長條型的 所以水下來的地方比較熱 看一下 再來浸下去 喔可以啦 可以啦 差不多 38度 差不多啦 我覺得跟人體體溫差不多 下去是會讓你覺得微燙的這邊 喔舒服 這個水溫很適合喔 這一車的人來了 遊覽車來了 等一下這邊應該要滿喔 我趁現在趕快先泡一下 喔舒服 舒服的溫度欸 ヽ ノ 你看現在很多公啊 阿嬤都會很怕 這個泡腳好像只到晚上10點而已 咦早上8點到晚上8點5時 到晚上8點5時 對 我跟你們講 泡完真的會熱 而且今天太陽很大 泡完真的整個身體都熱起來了 這邊除了泡湯之外 它進去那邊好像可以接到 水尾漁港 我們等一下就去看一下 好熱 溫泉洗禮 陽光洗禮 好玩 健康 你看那邊有人在釣魚 我們現在走到這一條橋上 就是這一條要躺軌 它其實是可以前面 停車場的前面其實它有U-bike可以租 可以租 然後可能騎過去 這邊是可以騎過去的 但是沒有U-bike了 已經被借光了 我們沒有U-bike 好吧 我們就想說走路過去好了 不知道20分鐘能不能走得到 走走看就知道 前面就是獅頭山公園 金山遊客中心 我來那麼久 還不知道金山還有遊客中心 變很熱 哪裡都買遊客中心 這邊是我們往金山遊客中心 我們往右邊這條看看 那邊好像有海岸聲音 你現在要跟人家走不一樣的路 所有人都往那一邊 你現在要往這一邊 我們誤打誤撞來到海邊 有沒有 我要去看啊 那那那那那那那 這位卡都是山的 欸 我們車開近了 搞不好很丟車 這今天沒人救喔 我們今天沒有羅德可以救 哇 衝浪勝地 欸 夏天可以來這欸 哇 哈哈 看著大海 現在不是夏天 但今天天氣很好 看到大海就很出火 好開心喔 欸 你看 這海岸線整個都不錯喔 等我夏天的時候 我再帶你們 脫脫就是這樣子 走一走你都會發現 不一樣的驚喜 好棒喔 欸 你看 好浪漫喔 我們也來 來這邊 我也沒有想到 我可以在泡腳玩 然後走進去之後 還可以再看到海 可是 欸 大人 我覺得泡腳不夠欸 我有點 不太滿足 沒關係 來到金山 金山還有溫泉 等一下 帶你來去一個 最近這一家博點 泡一個新的東西 新的東西 什麼新的東西 放鬆你的身心靈 然後又可以紓壓 邊泡溫泉 邊冥翔 好 怕 趕快來 好啦 你帶我去 走 全聚陽明山 哇 我感覺很久沒有來陽明山了 你看 聖光的齁 聖光 有個味道 誰放屁啊 有一個屁味 是不是你 是不是你放屁 我才想說是不是溫泉的味道 瘤黃啊 到底是溫泉的味道 還是你放屁的味道 哈哈哈哈 瘤黃味有現在就本身到啊 我還給你 你放屁 喔 到了 靜靜的 泡腳不過癮啊 昂昂啊 有沒有 剛剛已經付完錢了 我們付多少錢 六百塊 六百塊喔 我跟你說 這款是包含什麼 這是露營車伯加泡湯 泡溫泉 好 我們先上去看看 它的伯點就往這邊上去 現在這個地方 就是今天我要車速車伯的地方 它其實沒有很大 小小一塊大概停個十台左右的車 應該是ok 雖然不大 但感覺還蠻舒服的 一下車就是一股 硫磺味 一聞就知道 我現在就是身處溫泉區 你車上的屁味好多了吧 要泡溫泉了 廢話不多說 先來下裝備 喔 喔 啊你把我帶出來要幹嘛啦 因為我想要在車上試試看這台啊 這台 這台 Buruno 日本品牌 這什麼?七十個嗎? 有花吧 算喔 太寒了吧 哈哈 哇 爽 搭好啦 快吧 我們現在先去看看這邊的泡湯 長什麼樣子 走 上面是我們剛剛車伯的地方 然後它這邊有一個樓梯 就可以直接走下去泡溫泉 走 哇 男女露天池 所以是男生女生可以一起泡的地方 剛才泡的啦 我剛剛稍微研究了一下 它這個是陽明山唯一的碳酸硫磺 質地溫和嘛 然後無色無味 可是呢 因為 我跟你們講很幸運 老闆呢 他們最近才開始 藥運 那是男生什麼藥啊 我知道 迷魂藥 哈哈 應該是晚上就會身心心差 嗯 嗯 下面有沒有 現在沒有啦 有來過的當然就知道 沒有來過 待會稍微看一下 有沒有 這邊有那個 投幣式的吹風機 然後吃乎櫃 這一池呢 喔 散囉 喔 這個地方 你看 這個就是藥浴 這個 聞起來很像 冬鬼青棘 女 女 湯 不知道是不是跟 男湯那邊一模一樣 這邊有梳妝牌 哇 好大喔 不只是這個大池子 還有一個 大人說的藥浴 藥浴 這個泡泡 形成了一個像 游泳圈一樣的圓形 太可愛了 我好想要泡進去喔 我現在聞到了一股 很濃很濃的 藥草味 好香喔 他這邊都不要試很清楚 你都不會走錯的地方 這裡是 大湖 很多間喔 感覺像是木頭設計的 我先看一下 剛逛了一圈 是不是覺得 這裡的溫泉很棒 今天來的這個 綠峰度假山莊 它算是 陽明山上的一個 秘境 也是當地 著名老字號的 溫泉山莊 所以呢 到底要先泡湯 還是先吃飯 先泡湯 先吃飯 先吃飯好了 吃完飯 再來泡個 舒服的湯 現在這個補典啊 只有我們跟旁邊的一台車 都要兩個人 兩台車 你後面不是旁獨嗎 好啦 我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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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現在會這麼悠閒 在這邊 好火 對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改變飲食習慣 暫時 你剛才不是有帶氣炸鍋嗎 喔 對啊 對不對 多一點時間來這邊享受泡湯 而且我跟你講 現在去的 雖然去的也不多 但是我們都喜歡那種 比較不限時間 因為有時候你可能 因為煮沙口湯不湯 煮一下 然後時間就夠了 那是你煮很久的嗎 我們本來就是要烤 喔 好啦 也對喔 我們今天有藥育 會怎樣 藥育 我們來進化 會怎樣 看家裡會比較強 啊 啊 喔 胡瓜料理 樹的有什麼可以炸 我跟你講 樹蝦子 樹菇菇 不要問我在哪裡買 這我媽媽自己做的 我這個本來就有油了 所以我就 不用噴油 好 設定溫度 好 設定時間 15分鐘 這個駕用 在家裡絕對沒問題了 可是我現在來看一下 這台耗電量多少 目前耗電量是 2000瓦 哇 2000瓦 因為我們車上還有插其他的電 所以算下來應該是 1700瓦 喔 這個真的是 我要帶家電出門 你不知道嗎 還好 還好我們車上的逆變器可以用 還有一點 如果車上用啊 後面窗戶一定要打開 因為它這邊會排出它的熱氣來 趁它在炸的同時 我要去煮我的糖醋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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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好好吃喔 這個也說要稍微搖一下 欸香耶 可以耶 我媽媽做的耶 這個東西喔 就是浮誇 但這個露營區你絕對不能帶去的 這個不是浮誇而已啊 對啊 這個在白目 哈哈哈哈 我知道啊 這個要放在大梯上面 欸 欸 還沒有露營車的耶 未來要那種大台的 欸 你先買回來放在家裡用 所以先買它再買露營車 對對對 反正這個很漂亮 好 不會翻鍋 就把它擺一擺 可以耶 哇 欸 讚喔 它要是素的多好 對啊 這會這樣 哇 它夾了這個 喔 你給它太香燙 算不便 出來車伯要越來越輕鬆方便 有沒有 看 欸 這邊 剛剛已經又來了兩台車了 對啊 所以你今天這邊夾我們 早上十點 你知道它這邊 十點的時候啊 大眾池的地方都關閉 只剩下四間堂屋 對 那是不是剛剛好 今天有四台車 對對對 這一邊的大眾池 十點關門了 十點 那它少了櫻花瓣 如果有櫻花瓣在裡面挖 什麼蛋呢 哇 这边是药玉 它的药玉必须要全部脱光光 不能穿着油泥 我现在进来泡药玉 这个怎么看起来有点恐怖 好像跟什么无底洞一样 我其实很喜欢中一把的灯状 所以我一样 我虾弄 这个泡的灯状会怎样 应该会变成林志玲吗 可是多好一点 好快 可以还可以变成林志玲吗 你不舍人吗 哦 啊 哦 你怎么都是泡泡就起来了 我已经达到气血循环 泡泡要发泡了 哇 你看这边 哦 烦耶 我现在这里泡的是宵夜泡 到晚上十点之后 他只能开四间 汤湖 这个地方 是资深的 露营车玩家推荐我们来的 我们看看这个汤湖屋行 赶快 资深玩家在下面留言 这是不是你泡过的 哈哈 上面好多星星哦 闪一闪的 你看这边白天 你看整个阳明山山景 哦 赞哦 聚光聚 诶 你说真的 阳明山你要等到 比较好的天气 基本上在冬天 是很难得的 有点难诶 来到金山这个地方 常常都会遇到下雨 昨天晚上 我们泡了这里的大粽子 然后泡了这里的男汤女汤 里面它有药浴 又泡了汤屋 连山泡 那个下来 晚上真的超级好睡 现在已经是中雨了 我们基本上 睡超级晚的 就是一个字 三 这里虽然没有像饭店 那么高级 那么豪华 但是呢 它就是一个可以让你 很放松的地方 好啦 如果你们喜欢像这一集 介绍这样子的行程 的话 下方留言告诉我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咯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帮我 按赞 留言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